对中国权力维护者和民主倡导者来说 这又是一个黑暗和困难的一年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联合主席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在12月7号的听证会上 用这句话总结了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中国人权状况 在习近平的法治版本中 法律更有效地被用来打压言论自由 公民社会 宗教自由 还被用来强迫堕胎和遏制其他基本权利 这场听证会邀请了七位中国民主与维权人士 包括陈光诚 杨建立 魏京生 傅习秋和王小丹等人 针对人权法治规范给美国新政府出谋策划 与会人员回顾了过去一年中 对维权人士和律师的709大抓捕 基督教教堂和十字架的强拆 法轮功学员非法器官贩卖 以及网络言论的控制等事件 都显示了中国人权持续恶化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就此说 按照任何标准 美国的中国政策在过去30年是一个失败 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战略目标的根本误解 以及美国无法以战略和更高的道德价值做出回应 特朗普政府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 那么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有效地让中国政府停止对人权的压迫 杨建立和魏京生都认为 中美贸易可以成为美方推展此议题的游历工具 利用美国市场作为筹码 我认为在未来的川普总统执政时期 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将成为他的政策的主要部分 单向自由贸易的不公平 导致中国3万亿美元的巨大贸易顺差 也导致数百万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曾经承诺将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 退出TPP并与中国打贸易战 尽管中美间的利益错综复杂 面对未来 魏京生说 举办这次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也就是CECC将会扮演起重要角色 对于CECC来说 这个组织当年建立的时候 是作为一个妥协 在人权和贸易方面监督中国 如果中国不符合条件的话 它可以随时取消PNTR 那么在这个工具 在川普将来要打的贸易战中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民主党众议员蒂姆沃尔兹最后强调 很多人要求这个委员会要更积极 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错 有过失误 我是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做得更多 我认为后任总统特朗普将如何回应人权议题 值得关注 我抱有希望 但我不能保证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即将在一个半月内上任 他是否会在人权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他是否会改变过去奥巴马政府八年来的对华政策 在春菜电话事件之后 没有人说得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泽宇的采访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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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